歡迎收看《威機頭條》 我是吳俊儀大宇 與你一起看時事為蠟燭香港聚焦中國 放眼世界的全部事 首先讓我介紹一下今集的嘉賓 名外的專屬學院 人民及語言學院 合席助理教授鄭國均博士 Hello 我是Treyman 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律師 Hello 大家好 資深傳媒人陸元華先生 各位好 我是陸蘇 在節目開始前提提大家 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威機TV》 最緊要最緊要就是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最近大家看新聞 相信都會看到報道 美國之前要求情報機關 需要就著病毒做一個索源的報告 但大家可能看了一點 那個並不是真正的報告 真正的報告並未發表 只是消息的內容 今天我們來談談美國的索源報告 駱俊 可否跟觀眾說一下 觀眾今次忽略了什麼 就著美國索源報告的問題 美國官方機構對索源報告報告書的公佈 並未有官方版本 但美國方面用了一個很常用的辦法 就是用匿名的消息放人的名稱 就是這個放消息出來 消息出來的基本上對報告書的結論 就有大概有三個方面的情況 就是這個透露出來的 這三個情況就是 有四間情報機構 就認為病源於自然的 就有一個機構就認為 就支持這個病毒是從實驗室出現的 另外還有三個機構結論 就是這個報告中的 索源的源頭是找不到那個源頭的 現在我們將這個今回歸 concord 就是八個機構所表達的內容 是取得 كان1 所謂7比1的話,七個機構對索源的結論是無論兩可的 只有一個機構就認為索源的地方有可能是在實驗室 但這個實驗室究竟是指哪個地方呢? 究竟是中國、美國、意大利,沒有說到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份用90天做這份報告書出來的結論 是一個令人很荒謬、政治化非常嚴重的報告書 他是想用最佳的時機、最恰當的表達方式 以及最能夠收到自己利益的大前提下 他希望能夠一擊即中,將對手擊倒 我們可以看到這份報告書在這幾天來的國際媒體上評價 可以說是劣平如潮 剛才綠叔就提到的報告裏面 有一個情報機構就說病毒來源是有可能來源實驗室 但就沒有說是哪一個國家 我估計大家心裏面都會說可能是中國 矛頭也會治安中國 其實除了中國之外,美國自己有沒有這些實驗室呢? 首先就是由俄羅斯的媒體 早前其實已經有一個報道出來說 就是說這個所謂的新冠肺炎病毒的源頭 來自那個實驗室呢? 其實可能是來自美國的Ford Detrick 這個美國的實驗室呢? 因為當時根據這些媒體出來的報道就說呢 其實早在19年7月的時候呢 已經在這個Ford Detrick的附近的區域那個州份裏面呢 就發生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不明肺炎的個案 他們就給了一個名字 就叫做所謂什麼叫電子煙肺炎個案 但這種的個案這個不明肺炎的個案的特徵呢 跟現在我們見到的新冠肺炎病毒是非常相似 然後最吊詭的就是 在當這些個案開始發生之後呢 這個Ford Detrick的實驗室呢 就停了關閉了 然後我們又見到後來陸續的事 就是慢慢又發生了全球的新冠肺炎 我主要想表達第一個重點就是 當美國在指控 在暖暖說我們中國的實驗室去做這些病毒 或者是源頭就是我們中國的實驗室去屈我們的時候呢 其實反過來可能真正的事實就是 來自於它自己本土的一個實驗室 而這個Ford Detrick呢 如果我們細心看的話呢 就是今天上來都想跟大家說說少少少歷史 要給大家知道一個背景了 這個Ford Detrick呢其實它本身 就是在一九三零年代已經在美國有的了 那麼它的位置呢其實就是處於這個 歐亥歐洲和華盛頓的中間的一個空軍的基地的位置 那麼這個小小的地方呢 這個Ford Detrick做一些生化或者一些細菌的實驗呢 現在目前來說呢 簡直是整個馬利蘭州裏面的一個Ford Detrick County 一個小小的地區裏面呢 是成為了那個地區最大的僱主的 即是請最多的人 沒有請最多的人 在當地地方是請最多的人的 基本上那些當地的居民你可想而知 都是受聘於這個實驗室 那麼你想想它的規模其實是不小的 但是它從事些什麼呢 30年代開始它已經有在了 一直都是從事一些細菌的研究 或者甚至乎一些帶有危險性的生化病毒的研究 都在這個實驗室上進行 但是最恐怖是什麼呢 就是其實1950年代的時候 這個Ford Detrick曾經是多次 根據一些報告所指呢 它是用一些自願的被徵召的軍人去做實驗 去做實驗是什麼呢 就是可能是做一些細菌的實驗 可能是一些生化的病毒的實驗 是用真人用自願的被徵召的軍人去做一些實驗 這個是50年代的事 後來去到這個尼克遜總統呢 就發現可能有些問題了 李克遜總統就自己頒布了 應該是1969年的時候呢 它就提出了這個Ford Detrick的實驗室 你做還做 但是如果對於一些很侵犯性的 傷害性很大的一些生化病毒的研究呢 就要有所停止了 因為它都擔心可能中間會出現一些問題 最吊詭的事情呢 就是其實一直這麼多年這麼多年以來 這個Ford Detrick的實驗室呢 大家如果上網找都知道 其實它出了名在裡面 由於它研究很多生化的類似細菌的病毒呢 有一些危害性很高的病毒 它那裡都存有的了 即是當日有問題的時候 它曾經先後兩次停止了 即是剛才你所說的 李克遜總統下令停止了 到今次新冠肺炎爆發前期又停止了 除了先後兩次停止了之外 這次的一個特德利克寶 其實它還有沒有其他黑材料 我們可以跟觀眾分享一下 應該是1953年 有一位在Ford Detrick這個實驗室裡面工作 據稱就是受僱於當時的 美國中情局的CIA 這一位的研究員 就在Ford Detrick裡面做研究 但是它研究些什麼呢 據當時的報導 就是可能是研究一些 某些的藥物 可以弱化一個人的意志 從而當中情局對於某些人 做了一些盤問的時候 弱化了你的意志 我們就可以容易得到一些真相 其實是跟一些美國的 國家安全的處理是有關係的 但是用了這種方式去研究這種藥物 這個特德利克寶 最早期的時候 曾經就是修邊日本的關東軍 七四一部隊的細菌戰的研究 整個整份資料 就是這個特德利克寶 全部收到去的 包括七三一部隊的主要負責 後來就去了美國的特克利克寶 所以它手上已經掌握到 日軍在東北的時候 研究這個細菌所有的那套資料 全部掌握在手上 你都會不會正正這個原因 或者這一段的歷史 導致它不願意被世衛去調查 有一種說法 就是那些實驗室是分級制的 而這些高傳遠道性細菌 世界級的標準來說 是第四級的 第四級的實驗室才能夠做這樣的研究 它的定格標準和規矩很嚴很嚴 但是為什麼它這個實驗室 叫做陸軍傳染病研究所 為什麼會出事呢 據聽說一種情況 它在處理污水的情況下 就出了事 而現在長期對這方面是很忽視的 所以令到污水的下水道 整個系統發生了毛病 到了美國疾控中心 就知道這時候已經是為時熱慢 問題已經是擴散了出去 所以它盡快要關閉這個實驗室 亦與這個原因有關 剛才柳偉嘉賓和大家分享了 關於一個溯源報告 中國怎樣看美國 美國怎樣看中國 Dr.Wayman 我的問題想問 就是找到病毒的來源 最終得益者是誰 除了想知道真相之外 但最終有誰可以從這件事獲得利益 整件事是恐懼鬥室 為什麼呢 因為首先搞清楚這件事 就是有幾件事 一 美國一向都是 大家知道他怎樣抹黑中國 當你抹黑了對方 你又不用對方的恐懼資料 去告訴你的國民 這樣就浪費了 所以他不停告訴自己的國民 這件事是很恐怖的 中國來的 為什麼我會說他恐懼鬥 所以我會解釋 但在意大利其實是有些研究 究竟政府是用什麼科學數據 去向市民解釋 他發覺原來他做了兩次研究 第一次發覺原來在2020年 有很多這些數據走出來 但原來政府利用這些數據是不多的 他每次利用都是當適合他用的時候 他就拿 不適合他用他就不要 去到美國更加有人研究 就是究竟民眾覺得這件事是政治操作 會有什麼的後果 而研究就是由於他們覺得是政治操作 所以後果就是他們會減少醉防疫 他們覺得是政治 這件事是政治 是搞出來的 不是真的 所以口罩那些是假的 但他們仍然有一個恐懼的感覺 為什麼是恐懼的感覺 這樣就要反過來看這件事 因為剛才兩位嘉賓 都用過去的角度去看 我現在向前去看 向前去看 你會看到 我們之前的節目有說過 就是掃完病毒的報告 的結尾是28日 然後28日之後好像沒有事情 大家現在看到 沒事發生 究竟發生什麼事 美國是慣用這種手法 去玩一個國家裡面的形象 他要製造一個恐懼鬥失 就要搞清楚 什麼是最恐怖的事情 近來他們有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就是搞到他自己獲捕 那就是撤出阿富汗 阿富汗搞到他獲捕之後 如果他這一刻 就拿這個溯源報告 來打中國的話 就搞不定 因為這次才走出鬼屋 那次又走進另一間鬼屋 他搞不定 所以他不願意在這一刻 走進另一間鬼屋 但是他又很憔悴 為什麼呢 他是想走進另一間鬼屋 原因是 如果大家有懷疑 為什麼美軍二十年都不走 其實說真的 你在那裡打仗 打仗多了幾年 你都知道什麼事情 你會走 為什麼打仗多了二十年都不走 這個我們就要看他的行政和司法制度 小布殊就是其中一個改革了 就是搞了他們的國土安全部出來的總統 他搞了這件事出來之後 有二十二個部門都在國土安全部 其實權力很大 而這個權力大到怎樣呢 連一些參議員都沒有辦法控制 這個部門裡面發生什麼事 換句話說 那個原本美國做出來的事情 就是我們對人民交代 我們很清楚 就是因為這個政府重組 令到透明度遠遠降低 所以為什麼美國常常都要 製造一塊這樣的東西出來 說我們有一個敵人 就是因為他沒有這個敵人 他沒有得開掃 你明白嗎 他是正在開掃 幫自己 那群參議員其實正在開掃 共和黨正在開掃 為什麼我講開掃呢 那你就要這次反過來 不向前看他的系統 反過來看他的歷史 美國的十大總統醜聞 如果你看美國的十大總統醜聞 很有趣的 他們分開兩類的 共和黨歸共和黨 民主黨歸民主黨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鬼不知分兩黨嗎 但連醜聞類別都分兩黨的 民主黨的醜聞 多數十之九八 是牽涉一個女人在內的 大家都記得羅蘭斯基 一定是有這樣的 譬如試過有個總統 娶了一個原來未離婚的女人 又有 全部都是有女人牽涉在內 共和黨的醜聞 永遠都是牽涉錢和貪污 所以當小布殊做這件事 去改政府架構的時候 某程度上 他就是方便大家自己有 共和黨自己有十歲 所以你是不是一定要繼續 有得灌水 那灌水的方法是什麼 就是一定要有一個敵人在外面 因為這個敵人可以保證了 在美國政府內部 這些錢的調動 是不受這個 這個spending limit的影響 就是這個 不會因為停擺 而開不到數 給你 繼續印給你 所以這件事 為什麼要抹黑你中國 為什麼要搞恐懼鬥室 現在明白了 因為沒有恐懼鬥室 現在就不能開到數 開不到數 他自己就收不到稅 所以你看到 是一個黨爭的問題 加上他自己 是需要拿錢走的問題 所以整件事 就是我們中國 就變成什麼 國家就變成他 擺在桌上 拿來開掃的理由 所以你說 病毒掃完 是不是真的因為 病毒要掃完 說真的 只不過是阿富汗問題已經完了 你要找另一件事 繼續掃水 而拜登也明白這件事 因為他要掃水的話 就一定要有一個共同的外面敵人 而這個敵人 要是國內所有人都覺得 是敵人 那你就會忘記他原來花了錢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他不製造這個共同的敵人出來 大家有個害怕的恐懼鬥室 感覺的話 你何來會讓他繼續去錢 而大家都明白 那個spending limit又來了 他們又預備停擺 那停擺 說真的 一個國家停擺 你覺得他真的沒有錢拿嗎 那些錢從哪裏來 就是這些位置 按著你這樣說 我有點擔心 為甚麼呢 因為這次美國借中國 來按機 按的錢可能少些 但是 你知道他的位置很大 接下來 會不會如果要按更多的機 有甚麼需要更多的錢呢 就是戰爭 會不會更加增加中美發生戰爭的機會 我覺得不會 因為你要明白他這一條數 是在整個政府的架構裏面的一條數 這樣抽出來 而避開了監察 避開了國會的監察 那如果是這樣去拿錢走的這種手法的話 或者我應該這樣形容 這種人是沒有膽肥女 發動戰爭他們不會 所以我覺得不是發動戰爭那種人的級數 因為你發動戰爭你也要一個 一個發動戰爭的人的級數的那種心態 那種人是會為發動戰爭而發動戰爭 而不會為純粹錢而發動戰爭 侵略者是不同的 這一班純粹貪官的 我會形容他們是貪官 所以這樣的情況 我不覺得會因為這件事 事實上這二十年他們很成功地 拿了一些不少游泳 又不用打 又有錢收 何樂而不為呢 繼續另外四十年便好 所以他們反而會想想 做下一間鬼屋 誰是下一間鬼屋 現在有一間阿富汗 這間恐懼鬥室 搞完一間 下一間是誰呢 他們應該現在這一刻 就是在煩惱的問題 而不是在想怎樣打中國 承著Dr. Raymond這樣說 我自己覺得 就算在美國角度 他說真的要對中國發動戰爭 我覺得機會是很低的 他都要想到始終中美有 大家知道有很多競爭 現在美國對我們很不友善 但是當然還有很多商業利益 在裡面 因為他現在只不過拿中國 下來的藉口 可以讓他自己做提款機 我們舉些例子 不用真的打仗 但是他製造中國這個敵人的時候 製造了這個敵人的時候 他就可以借助 今次製造這個敵人 就可以拿他要拿的油水 例如說他這個是什麼呢 他開些明目出來 早前國會大家有印象 美國國會是做了一條 什麼Strategyic Competition Act 說不知 真是很荒謬的 我也聽過說不知 給一筆很大的錢 每年撥出來 就給那些媒體 只是寫中國衰的 真的這麼傻的東西都有 一想一下 三億 三億 我剛才跟著Dr. Raymond那邊說下去 這些就是他按機器的方式 你製造一個敵人 你現在有藉口 大家同意 覺得他講到中國這麼衰 大家一起同酬敵 這個就是我們的敵人 那我們不用打仗 不過我們想些辦法去打擊他 那要什麼辦法 那當然要有些明目 就是好像陸叔你們說 不如給三億 給三億只是寫衰中國 哇 這樣的錢都不能賺 你想一下 這些就是他們 拿來自己製造敵人 再做提款機 你知道奧斯汀的國防部長 他本身就是雷神那個集團 做飛彈公司那個 是做一個高級職員的 他每年 由19年開始 他的年薪 雷神給他就是39萬美金 年年都加的 到了2020年他就不做了 現在就做了這個 拜登政府國防部長 他之前的出生 他是雷神這個集團下面 一個高級職員 是賣軍火的 突然之殺身一變 就變了現在國防部長 由做軍火商 做到這個國防部長 大家也想到是什麼原因 其實我覺得 用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就是講軍火的話 美國現在做的軍火 其實他只是希望 賣給一些相對弱小的國家 搞地區衝突 因為這些是可以contain到的 火控的某程度上 就是在這個地區裡面 打餐死 不會搞到整個地球都毀滅 然後他實際上想做 就是找中國買他的國債 所以他就是繼續引銀子 找方法引銀子 找方法引了銀子 不需要被人監察 這是我覺得他最似做的事 還有如果你說他 我再follow up這裏說 如果你說在美國 要搞亂別人的角度去想 就是你說真的要發動一場的戰爭 跟他相比起現在用一些 簡單成本低的方式 但是他又有錢賺 他不如發動一些所謂低強度戰爭 這些就是在某些地方 煽動某些叛亂 他可能資助下那些革命的叛亂 然後很簡單 他寧願做這樣 用這樣的方式 可能對他來說 相對衍生的成本更高 他獲得的利益 可能對他來說更大 但是你說相比起 真的要發動一些全規模的戰爭 可能他計算過數 都未必很值 所以美國已經明白了 以前香港的歌星為何要登台演出 是賺得多於開演唱會 因為你要派太多票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 因為我不明白 剛才提到很多軍工商 正在影響政府 或者直接進入美國政府 那打仗就是這些軍火商 最賺錢的時候 為何會在20年 今日美國要撤軍呢 其中有一個解說的方法 就是美國軍火商 覺得在這次阿富汗戰爭上 銷售的風火 差不多賺夠了 既然夠了 他們就要收手 有這樣的說法 有人問過 為何會在這個時間來收手 其中有一種解釋的理由 當然這只是一種參考意見 就是現在大宗商品的價格 升得很急 所以軍火商 從大宗商品裡面 採取很多鋼材 有很多炮彈的原料 這些都在那裡不停上升 以至到自己的利潤 或者無利率 相應降低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次阿富汗 在這個時間 覺得是應該收手 是要離開 也是一個適當的時間 這種就是一種版本 一種分析見解 我們來做參考 但回答大於這個問題 我覺得要這樣看 當然你說在軍工廠 或者軍火商 或者這些有利益的集團 角度來說 你說得對 當然是打仗最賺錢 但是整個美國的政治體系 或者美國的民眾 對於打仗他們的看法是怎樣 我又反過來這樣說 如果我近代去看 每一次美國發動的一些區域性的戰爭 都在國內有爭議 是吧 即是你每一次出兵去打某個地方的時候 包括小布殊去發動那個戰爭等等的時候 都會有在美國本多的國內都會有人 是持不同的意見 是反對他這樣做 所以究竟是不是 他們自己都要平衡 這個仗 在國家的層面來說 它都要說服到一些人 大家覺得 我要說服到你們 即是接受我打這場仗這樣才行 事實上也都不是那麼容易 可以說服到所有人大家接受 當然有些時候它都是硬力做 但是我想回答你的問題就是 真是要發動一場全規模的戰爭 你要拿到那個社會的共識都不是那麼容易 而且付出的成本都大 你說軍火商當然是賺錢 在軍火商的角度它當然是宜不得理 整天打 但是如果做不到這個層面 那就用另一隻低一點的租 就像剛才Dr.Raymond說 你做不到紅館你就到處去登台 做一些小型那些 反過來 有時候不用它自己下水 它挑動其他人 其他人打的時候 我給support 這樣也可以 都一樣可以 不用自己出的 所以我覺得它們很多都是計算 最後都是利益 另外一件事不可以不記得 就是美國今天去發動一個 國際會供應或者support的 一個戰爭的能力 遠遠不及以前 以前他未在新冠肺炎這件事之前 其實他已經跟很多歐洲國家等等 多謝特朗普 一炮過就弄亂了 今天你還要叫他發動任何個 就算區域性的戰爭 其實也有難度了 你怎樣拿到世界的認同 其他盟友的認同 連盟友都不認同他 因為他越來越穿崩 國內又不可以 國外又不可以 你怎樣發動呢 那就跌到新冠肺炎的數源報告 不如試一下這件事 怎料這個連自己有都說 不是 7比1 另外那些都不知道怎麼辦 另外那十多個都還未說 現在他應該在籌漲 幕後那些編劇 現在在想 怎樣編的故事呢 寫醜中國這個恐懼鬥失2號是中國版本的 怎樣寫呢 其實他們應該是頭痕的 中國政府經常說的 鬥而不破 當然就是希望大家和平共處 和平地發展 但今集聽完大家的分享之後 鬥而不破在美國眼中 是一部禁不完的提款機 因為禁不完就不能禁 今集我們先講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見 最後最後 記得訂閱我們屈機TV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集再見